他以前在台大上课的时候 都会从家里在罗斯福路对面 就拿了一根拐杖 冬天穿了一件披风 咬了一根烟斗 戴了一个帽子 从对街走到台大的校门来 你远远一看大概就觉得 好像是英国的一个侦探或者绅士 将来到了我这一生就什么都做过 沈世杰1926年出生于山东夜县 13岁时遭逢中日战争 为了继续学业不得不往来于东北 及青岛等地 在兄长协助下断断续续的念完初衷 还曾在西服店打过工 在汽车零件上当过学徒 高中期间 沈世杰决定投考沈阳医学院 日后新医救人 但从来1948年来到沈阳市 国共内战的战火已经迫在狱阶 此时正好一位同班同学要去台北发展 于是提议 不然我们一起去台湾好了 好啊 到台湾去 这个近乎临时起义的念头 扭转了他的整个后半身 一心学医的沈世杰原本打算在考上台大动物系后转系 但是动物系系主任徐锡凡劝告他 留在动物学界研究寄生虫等病媒 同样有助于防治疾病 让他打消了转系的念头 沈世杰从善如流 他的学识论文就是研究台湾肺稀虫及其中间技术分布 不料在他大学毕业后 恩师徐锡凡离开台大 寄生虫研究母艺危机 此时 并以古时代洪流决定了他之后一生的研究能力 铁壳渔船和渭海的渔船都通过来了 部分周围的就在台湾海家 三百艘拖往渔船拖来拖去拖来拖去 1949年政府自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 大批军民以及渔船也跟随而来 使得台湾动物性蛋白质和渔源的需求大增 无意间促成了台湾鱼类研究的神话 用过42年 美国华盛丁DC 发现了我们台湾的鱼类接近于枯竭了 所以派它来考察 一考察 这个台湾没有人研究鱼的 粉类的也没有 研究资源的也没有 它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 那么它必须要想办法 就是说 首先要费量人才 要情人才 在鱼类研究求财洛可之际 沈世杰顺势投入了这个领域 从事最基础的鱼类分类研究 并先后赴香港、日本、盛造 在1966年 以香港周遭的鱼类研究 取得东京大学水产研究所博士学位 喜欢学分类的人 本身就是比较少 对从事一些水有关的活动 比如说要去采集 学潜水 或者摸这些有鱼腥味的标本 总是觉得比较辛苦 算鱼的鳞片、骨头、齐条 每一天必须要拿着检破盘 拿着鱼 亲身的去观察 去做实验等等 我们最常就是到大溪鱼港去采 台湾有鱼港的地方都到处去跑过 就一个人背着冰箱到鱼港的地方 人家那渔民抓上来的地方 我们就去跟他买、跟他要 然后蹲在地上飘去找鱼 那下渣鱼堆里头东西很多 那边慢慢翻 一蹲都蹲两三个钟头很辛苦 我觉得最辛苦是到星达港 那是在走到昏达 拖个冰箱 拖个两三公里 然后进去还好 出来的时候满满的冰箱 都快走不动了 因为鱼类的研究 我们有时候拿到的标本 不一定是非常完整的 整个鱼的生活史都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鱼从小鱼到成鱼 它事实上经过很多的变态 成长的一些变化 甚至鱼它还会有这些性转变 所以陈老师以前做研究里面 就发现到有好多的鱼 有这种特殊的这些行为 会有从磁变熊 或者从熊变磁 那这个性转变呢 往往也会牵涉到它的体色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去做观察去实验的话 你就必须要养活的 那才能够去了解 这个会不会有这些的这种变化的需求 所以当时呢 就特别在鱼房里面 就设了很多的鱼缸 让我们去做观察去做实验这样子 在自己的分类研究之外 沈世杰也忙于各种学术苦工 好比说 今日台大鱼类标本馆的样貌 就是出自它的整顿与精明 它鱼的种类多 全世界鱼的种类是两万三千种 我们台湾就有三千六百种 是占了整个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上 鱼类标本馆呢 必须要从接收过来算起 那么接收的时候呢 原来日本时代 它叫做动物标本馆 不是鱼类标本馆 一直到鱼类标本馆的时候 是民国七十七年 这个标本馆里面 得鱼类重新整理 有效的标本 最重要的 第一个 它就说明 这个什么鱼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呢 这个鱼 产地 从什么地方来的 第三个呢 就是你的采集日期 第四个呢 是采集的人 再其次呢 就是 identify的人 此外 在没有网继网路的年代 它和学生 仍努力地 与全球学界接轨交流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它收集了非常多的抽印本 而且把它分裂 可能按照姓氏啊 什么排名 所以你要找文献啊 就跑到它办公室去啊 可以找得到 几乎要有所有的文献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Email 有网路 现在以前的时代都要写信了 所以交流就透过那个邮件 所以就比较慢 那时候也很少有互相访问 当然国外的学生常常有时候 会来台湾去采标本 或者来建议标本管制标本来做比对 是偶尔会有的事情 所以当时要打下一个分类学的基础啊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家 这么容易有这些资料库可以查 在当年的确是非常辛苦建立起来的 而神仕杰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莫如重新编转整理台湾与类质 在台湾的政务研究里面 一开始做得最好当然是植物 他们有Floar of Taiwan做得非常好 而且持续一直不断的有更新 那在动物的领域里面 在脊椎动物里面 就只有台湾脊椎动物制 以前也是台大的教授 陈坚善教授 由他的弟子于明镇教授 就持续的来整理台湾的这些动物制 那可是这些动物制的这种内容 包括图片包括说明分布这种资料 做得比较少 所以当时沈老师就觉得 我们台湾已经有做了一二十年的 这些海洋鱼类淡水鱼类的这种相关研究了 那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把它统整 来做成台湾鱼类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出版 所以因为这样子 这个等于是建立了台湾鱼类相关研究的一个基础 它那个台湾鱼类制不是台湾鱼类制 它是朝了日本的 日本书上折下来 像台湾 我们这个鱼类制是我提给国科会的一个研究计划 五年的研究计划 我的研究题是台湾周围的鱼类相 找了五个人 我六个人 割就割的专业 不是我研究哪一个 研究哪一幕哪一缸 我写这个 我采集这个 所以我不但采集 也不但描述 而且还有彩色的照片 就是陈老师先写一个范例出来 那基本上要包括哪些项目 大概每个物种都要制 大概至少希望能够有一张照片 真的没有照片要至少用画的 陈老师合作计划结束之后 我自己个人再去提的一个计划 叫台湾鱼类的分布 台湾的东南西北 甚至于里岛等等 每一年去做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海岸县 把那边所有的鱼做出来 调查清楚 包括它的数量 然后就把它绘成在一起 就要做治疗库 所以我那个题目里面 还包括了治疗库的建立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建台湾鱼类治疗库 就是因为要把 台湾的这么多种类的鱼 到底它分布在哪里 把它搞清楚 出这种图建 到最后你都会走到 治疗库这条路 因为它一直在改 一直在增加 或者修订 除了鱼类学知识之外 学生眼中的沈老师 还有什么值得 为外人道的信义 与作风呢 以前上课的时候 我们上课不是用电脑 就是一个project 所以说老师上课的时候 都要准备这种投影片 然后就放在这个projector上 那没有这个projector的 就在黑板上画图 是真的画图 最佩服我们的是 它对于它做过的 每一种鱼的学名 是倒背如流 因为这个学名是 拉丁文的这个字组成的 这个字呢 又长 又不规则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老师怎么那么厉害啊 可以呢 一讲说这个什么鱼 它就把学名写给你看 那我想说 台湾有两三千种的鱼 你要把这些学名都背起来 那谈何容易 它的实验课很独特 就是它给你一桶鱼 每次就给你一桶鱼 那你就按它上课的方法 把鱼给分类出来 写出来 可是每一桶鱼的 内容都不一样 所以写出来的 所谓锁引 Key 当然是会不一样的 那当然它会看 它可以看之后 你有沒有弄错 所以那个 对我们来讲 那实验课真的很扎实 很辛苦 你要从那个 所有的分类的书里面 去把它逗出来 可是那是最好的学习经验 那个时候有很多乔生 有一些乔生在动物系 后来都是念鱼 大部分乔生来都是念 鱼的生物的很多 后来很多那都是沈老师的学生 沈老师 因为他自己当然是流亡学生 我注意到他很照顾 特别照顾乔生 那时候他实验室的 每个助理什么 都是乔生 印象好多 我说老师 你好像对这些乔生 特别照顾 他说对啊 我当年流亡过 我知道那种 那种感觉 就是说那种 没有家 然后没有父母亲 然后他们这些人 来到台湾 也是没有家 没有父母亲 只是台大是唯一他的家 大一的时候 我希望利用寒暑假 要去水海试验所实习 可是那时候我们很穷困 我那个时候大概坐车子 平快车 坐到东港的那个车前 我其实是没有的 我就跟沈老师讲说 沈老师我可不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 然后你补助我这个车费 我就是每天早上 三点钟起床 四点钟到东港鱼市场去 帮他造鱼 沈老师就补助我那个收集标本 那个资料的费 可是到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那些照片他早都有了 他只是 你知道吗 他只是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 来形容这位台湾鱼类学界的老鱼翁呢 是一个直善固执的人 他很有原则 一样东西他一直这样做下去 很值得我进很有风范的一个学者 我会说他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老尖兵 因为他跟我讲说 学生物的人一定要学会劈腿 同时劈分类学跟分子生物学 对 我在想 对我来讲说 从一个90岁的一个老学者里面 你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话 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他是我认为真正的读书人 我认为真正的犯片 可以问他 他应该把戏担心 valves